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陈燕盈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个小时 我们要持续带你来看国外的重点消息了 首先今天介绍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以及前熊山飞弹的总工程师张晨 燕英好 大家好 还有最深媒体人董直升 大家好 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现在裴洛西虽然是离开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解放军的部分 开始进行实弹演习 今天下午一点钟已经发出了第一炮 目前从六区的实弹演习 今天又新增加了一区 大概就是在东部外面这边 好 总共七区的演习 时间延长一天 我们就要问了 昨天佩洛西从六点台湾离开 目前人是已经抵达了韩国 后来我们现在就要说 美中的战略地位 是不是因此而改变 就这一次它的亚洲行 大家说重点都在台湾 而且发现了它的飞机的飞法 不太一样 因为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的时候 多飞了三小时 就绕了一大圈 越过的就是南海 然后从台湾要到韩国 它也不是直直飞 它又绕了一大圈 从日本这边进去 是绕过了东海 它其实完全都避开了 这个大陆比较紧张的 包括南海 包括了东海这边 是有相关领土等等 主权议题的区域 好 这是事先说好的吗 另一件事情则是发现说 在它离开之后 雷根号现在往外走了 有一个说法是说 它已经在靠近日本本岛的位置 难道真的人走了就茶凉了 要撤了吗 台湾现在还在被解放军 在周围演习着呢 而现在也要问说 去年2021年的时候 解放军几乎平均每一个月 就会有一次 这个他们的军舰通过台海 好 现在的这一次的演习 你看看 所有六个区 我们这个图比较小 没办法一个一个画出来 六个区基本上 都是过了台海中线 中线问题要问 现在还在不在 而去年的时候 你十二次 一年里头经过台海十二次 你今年会不会有所表态 对于我们来说 目前三天的演习 BBC的讲法是 有可能会变成全面危机 原因是因为 在当时九六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克林顿还特别派了 尼米兹派了独立号来到这里 但是现在 澳洲智库都告诉我们 拜托大家扣好安全带了 什么意思 台湾人爱注意啊妈 今天其实美军确实他们有动作 包括了P8A 包括了RC-135S 他们基本上都是侦察机 来到台湾的附近 但是我们也要问了 来这边是来帮我们的 还是为他们自己来搜集数据 毕竟目前在美国内部 检讨的是拜登的对中政策 以及华游这边虽然说昨天 帮佩洛西看了一个文章 但今天他们是看了社论 他们认为拜登必须要控制 佩洛西不明智的做法 所造成的伤害 他们认为佩洛西这一次来 对于美中关系也是一种伤害 另外美国的前驻华大使 博克斯也强调了 说这一次来其实没必要 也不负责任 甚至还说拜登看起来很可怜 显得很软弱 CNN的分析是认为 这一次的这个访问 虽然对于佩洛西来说 他是有个人的成果 有短期的成果 但是基本上 有可能会造成美中的冲突 甚至破坏台湾的和平 而另外则是有更多人担心 是不是会造成美中 直接的军事对抗 美中的关系 现在发生了问题了 会不会难以修复 好 直接的一个影响 就是现在在美国的部分 他们的驻华大使伯恩斯 在访佩洛西访台的当天 是已经直接被召见了 外交部这边 中国外交部讲得很拒绝 他说大势不可逆 民意不可为 亡火必自焚 王毅现在人在东协这边 来开会 峰会的时候 他表明不见布林肯 甚至话也讲得很重 来听他怎么说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美方打了所谓民主的幌子 在干着侵犯中国主权的勾当 而台湾的蔡英文之流 抱着美国的粗腿不放 背弃民族大印 这些倒行逆施啊 根本改变不了 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 也根本改变不了 台湾 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 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犯我中华者 必将受到惩处 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这一回大陆 对于台湾这边在周遭 包围式的进行军演 G7他们也发了一个声明 来关切 但是今天大陆外交部 已经表明了 说他们非常的不满 而且已经直接取消了 在同样东协峰会要进行的 中日外长的会议 包括不见布林肯 中日的外长会议也取消 大家就要问了 G20呢 拜登迟迟判的这个拜习会 会不会因此而破局 一个佩洛西 是不是真的坏了 拜登的对中政策 来亮哥 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佩洛西的行程 他的非法 他基本上就是绕开第一岛链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碰到敏感的冲突的时候 美国要进来第一岛链 就会犹豫呢 这个人家当然会这样看 你可以看到 他特别绕开第一岛链 然后中国在南海中段 有填海造陆那几个基地 他也没有飞越 他也绕过去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 当然就是让人家觉得 美国是不是现在 对于进入第一岛链 跟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会开始比较 认为有比较大的风险 我们这边有一个第一岛链的 完全就是绕过去了 全部绕过去 全部绕过去 不然理论上他可以先去日本 比如8月5号 然后隔天就直接飞到台湾 这样不就得了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解放军就直接把台湾给围了 他就跨越中线了 以后可能就没有中线了 对于这个新的常态 美国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美方的军事介入 日本跟韩国也没有军方的声明 这个在军事上的意涵 所以我真的认为这两件事 事实上都是会有后遗症的 会有后果的 所以事实上大家在看 佩洛西这个事 我们主要都在看军事的后果 不是说什么政治 经济 经济那个都还是小的 我跟你讲 经济以后赚钱就可以赚回来了 可是军事的一个新的红线 新的底线 那个恐怕你就恢复不回去了 钱又有 但命只有一条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就是说 不 这个应该说是地盘 就是说我用我的军事力量 安全 我花一条线说这是红线 你现在第一岛链内 这次就被中国确定了一条红线 说美国你以后最好思考再三 你真的要进来发生冲突 普洛西他就让了 第二个就是 对台湾的一个封锁的 这样的一个包围的演习 那如果让他这样一路到8月8号 然后美国 日本都没有军事性的反应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就是 以后台湾如果被封锁 那你自己解决吧 你知道这个军事上的意思 可能会变成这样 说这个恐怕美方不宜介入 或者不方便介入 问题是1996年就不是这样 1996年美国是强势介入 两个航母在南北各一艘 对不对 而且我坦白说 那时候还私底下去警告解放军 说你如果真的打台湾 让你沿线的飞弹机力整个毁灭 这个是真的事情 有讲得这么的直接 讲得非常白 而且解放军还把这个当作国耻 所以之后他才发展 那个飞弹的区域巨址 这整个系统 1996到现在隔了26年 那如果这一局是用这样子来收尾 我的意思是说雷根号 真的都没有回来 那美国的作战舰 比如说他护送普洛西 还有两艘两栖的突击舰 也都没有回来 那基本上你就是默认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当然对后续未来的两岸 或者中美在第一岛链 或者是台湾周边的军事互动 一定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部分 是 好 我们其实要刚刚讲到的 是佩洛西的航线 其实如果你从第一岛链来看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台湾认 我们地理位置重要 就是我们在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是这样 但是你看看 这个佩洛西的飞机 就完全的绕过了台湾 绕过了这个东海的这个地方 敏感的区域 我完全不碰 现在我们在这边 大陆围着我们在绕演习 美国方面 你的航母 你先前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你米兹号独立号 你还开来台海这边 目前去年 你还12次的经过台海 今年你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来军方这边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了 军方有特别 大家刚刚都在问 到底有没有今天飞弹实弹的射击 有飞越所谓台湾本岛的上空等等 军方有一位这个人士 不具名 但是他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强调说 因为解放军分别是从福建的 北方宁德市飞弹阵地 还有福建南部飞弹阵地 发射了弹道飞弹 那是朝着同样位置 刚刚国防部有公布 东北部还有西南部划定海域射击 所以他强调这个弹道飞弹 并没有飞越台湾本岛的上空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这样子 他没有飞越台湾本岛的上空 但是我们就要问了 这一次的这个实弹射击 围着台湾而来 如果美方这边 没有像96年这样 有这么样 所谓严正的警告对方 或者是来真正的挺台湾 动作有出来的话 那是不是像澳洲讲的 大家扣好安全带了 这个讯息 国防部讲的讯息 跟中国大陆讲的讯息 有点不一致 中国大陆讲的讯息 跟你刚刚讲的比较接近 在我们台湾东岸 有一个他新增的一个点 在那个点上 飞弹完全命中 我们国防部讲的是在 东北方跟西南方 没关系 因为我手中也没有任何资料 我就用这个资讯来做判读 首先是什么飞弹 应该就东风11跟东风15 东风11跟东风15 分别就设成约500公里 跟约1000公里的弹道飞弹 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就是东风15 但是那时候东风15打不太准 因为美国把GPS关掉了 但经过这几年来 中国大陆的东风15 的确进步很多 第二个 我们台湾本身 也没有所谓的防卫能力 跟台湾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什么什么机制没有 我们现在跟96年比起来 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我们有了热山雷达 热山长城预警雷达 所以当初在96年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是靠着 我们中科院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作人员 紧急的把所谓的长白雷达 做任务型调整 去追踪弹道飞弹 但我这边可以跟观众朋友讲 那时候我们跟美军交换情资的时候 我们其实比美国的还准 美国都很佩服我们抓得那么准 现在我们不一样的 我们是有热山雷达 所以我们预警能力 会比当初强很多 我比较关心的事情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部署了 龚山跟艾山 这个两个反弹道飞弹系统 这一次有没有运作起来 我当然没有答案 但是我有信心它运作起来了 换句话说 这一次的中共的弹道飞弹的 所谓的测试或试射 对我来讲我是不担心的 因为我们中科院所发展的 天宫三型飞弹 我很有信心 它那总工程师就是我军校 同警士同学 它那过程中 我们怎么去发展到 弹道工山飞弹 我是熊山飞弹总工程师 他有时候会跟我聊一聊 他的困难 但是我知道他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正面上 我跟郭伟林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中共是用弹道飞弹 对我们产生任何的威胁的话 我们台湾是有防御能力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这个画面说是在福建这边的 民众拍到的 就是在今天大概中午左右 有人拍到这个 所谓实弹射击的时候 飞弹导弹升空的画面 请教一下这个总工程师 您怎么样来看 您刚刚讲到说 有可能是东风15 或者是东风11 目前因为延期还在进行当中 您认为之后 有可能会遭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或者是说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是比较就军方来说 是符合你们的预期 还是说其实它有可能会有进一步 这样子 如果是靠海边发射的话 应该是东风11 因为东风11射程比较近 东风15射程比较远 它应该会 如果是东风15 然后应该会在 比较靠福建江西边境的地方发射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个情势发展下去的话 我刚刚前面先跟郭伟林 打一个强心针 就是说我对我们国 我们自己研发的工三飞弹我是有信心的 这防疫能力我们是有的 但是 但是我们用不着把战争搞到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点 我们用不着 国防 国防是防 不是攻 我们怎么样子以外交政治的方法指战 会比发动战争而重要 我们今天是发展武器 发展装备 是产生所谓的嚇阻效果 不是要迎接战争的 而是避免战争的 所以我想先说明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刚刚我们那个委员有讲的很重要的事情 裴洛西在这走的路线完全绕开第一岛链 先回1996年来讲 1996年那支导弹危机 给中共最大的刺激是 他们要发展A to AD 因为他们要把东海 南海 渤海 黄海 变成我家门口的海 这个地区域巨子就是这个是我家的院子 你不要进来 这次美国这个作为 基本上就好像已经成了那是他家的院子 就是他把巨子区统统避开了 对 避开了 表面上是可以把它视为是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善意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刚刚燕玲也听到说 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口 这一次中共包围台湾 不管是六个或七个演习区这个作为 他已经做了告诉了美国一件事 我不但趋机子做好了 我出第一岛链了 因为我出第一岛链 事实上代表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什么 海峡中线不存在了 所以以后所谓的战术压迫 不断的接近 像这次在西南方高雄外海 大概只有十几公里 二十公里的这个演习区 以后会常常发生 这个对国军所产生的影响非常严重 叫做严重消耗战 我们为了西南空域的共击老台 我们已经空军消耗得很严重了 将来如果这么逼近我们领海的 我们国界的所谓的 包括东北方 北方这么近的这样 常常这样演习的话 那对我们的消耗是非常严重 第三个更严重的是 他这个六个或七个演习区的结构 在我们军方来看 那叫做外线作战 外线作战就是对内线包围 对内中心包围的意思 也就是对我来看 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内封锁 内封锁 不是完全封锁 因为他还可以出去 还有进出 叫内封锁 内封锁 好 我们现在内封锁的状况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现在不在军方了 我请教国防部这三天 战机 战舰敢不敢出海 敢不敢升空 还是怪怪的 因为升空就可能发生问题了 可能就会有意外发生了 我刚刚特别前面讲到说 我并不希望把它带到战争的氛围 我知道因为我在学校教授 有很多学生很兴奋 说你看美国第三 第三四位领导人到台湾来了 我们总算受到人家重视了 但是受到人家重视是面子的问题 实质上我们台湾将来在军事上 甚至在尤其是我们 我们自己认为的领海的范围之内 我们能不能做我们正常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因为这次事件整个破灭掉了 是 好 我们其实要请教董哥是 因为现在我们就要问了 虽然说美军今天好像有这个侦察机来 但是你目前就要演习 你是不是都没有要讲话了 拜登你现在被人家讲说 你很可怜 你对一个佩洛西 你也没有办法 整个美中政策现在他直接说 我就是不见布林肯 他话也讲得很决绝 然后我们刚刚也收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这个政府一再的告诉我们 没有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甚至包括了王定宇 包括了这个蔡适应都讲了 说北方这边他们来对我们的军演 应该是低强度的演训 王定宇在说 他说实弹射击 现在已经解除了空域等等的海空管制 所以很深说共军异常克制 你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民党他们让佩洛西来 其实最主要是为了嫌疾 现在没有人在谈论我们 您之间最高兴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做了这种事情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不可以收拾了 96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当记者 你就可以看到 那时候中共的军队是被压制的 在下门口 所有东西都被压制 可是你可以看2016年 那可不是了 人家已经到海峡中线了 然后第二年就到钓鱼岛 所以你可以看一步一步的进逼 这次我们看六个七 正为七个七的一个封锁 它会变为常态 所以刚刚张承讲得对 你的金鸡 你的金剑 你现在敢吗 不敢 所以你的身后受影响 而且你过去的正常的一些作为 现在就受到压制 现在就实弹在演习 所以不要听民进党 这些人在讲东讲西 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这次 他是真的很愤怒 为什么 你刚刚跟我席拜会 好像有一个好的开始 结果你拜登总统又说 我压制不住佩洛西 那你在我们来看 你根本就是在演双簧 对不对 你演双簧 给台湾释出了台独的善意 我们就这么做 那你今天还要 我跟你在集团体会变吗 到时候如果习近平 跟你一起参加集团体 季节跟你会变 你怎么办 你是难看到底 这不是阿拉伯的王子 王厨说我不接你的电话 那么难看而已 这当面不给你难看 甚至碰到你 头就掉头而走 那个是历史发片 那为什么 因为你一路的欺骗我 你不是有四步亦无异吗 那里面最重要 不支持台独你不支持了吗 那你有沒有去拉帮结派 来对付我们中国大陆 有 26国今年不就是你的行动 你所有口口声声 美国的保证都是假的 然后你现在鼓动 鼓动就配合了 肖美琴去邀裴洛斯 拜登假装说我们金方是反对 其实你心底不一定是这样想 你就来试探看看 那试探看看 现在看到的情况 其实只有对台湾最不好 台湾不只金氏的威胁 大家也看到我们 包括我们一些外销或什么 都受影响 现在外商敢进来投资吗 不敢 这边 这边已经变这样了 谁敢进来 连美国都第一岛链 撤到第二岛链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就变成是个危险期 那危险期各国 今天阿根廷的媒体 都用头版头在报道这个 连阿根廷 中南美洲都在报道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把你这样当做 追出去好像是 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之后的下一出 是不是 有点像 乌克兰那时候也不认为会打 各国也认为俄罗斯不会打 那弄到最后变成 真的打起来了 然后大家才开始说 我们来支持你 那试问到今天为止 谁还在报道乌克兰的战事 没有了 四个都会 五个都会以后 慢慢大家累了 欧洲这些国家 美国这些国家都累了 那你们现在是找到一个 新的战场 又来演第二出吗 然后用台湾来当乌克兰吗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其实都不是他们所讲的 因为真正最受影响 是台湾老百姓 那你今天看到所有的情况 那现在美国并没有 他讲得那么出力来帮你 是 我没有看到他 副驾佩洛西的那些 金箭或者飞机 那他要来吗 他也是怕 到时候有个擦江灼火 所以现在所有东西 都是台湾人自己来承受 那当你这个承受的话 你就受不了了 那时候萧美前怎么去邀请佩洛西 佩洛西本来跟他讲我一夜来 后来改成事业 事业确诊说 那我这个时候来 有人去欠他 佩洛西不受欠了 他说我的任期只到十一夜 我们看五天前 CNN还在报道说 佩洛西不会来 2023年才会来 我相信我没有名嘴会这样讲 为什么 2023年你不是议长 你来谁理你 我就是有这个头衔 有这个身份 那他来的话 的冲击果然影响很大 那我们下面还有 今天才第一天演习夜 那所有的那些 我们的物资 或者出口或什么 那下来是 不得了 今天是除夕 今天不是 今天是七夕 七夕 此恨绵绵无节旗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一路的下去 然后过去的就回不来了 这就是台湾的影响 我们刚刚 董哥提到了CNN CNN现在说什么 CNN说这一次 佩洛西真的是惹恼了大陆了 可是付出代价的是台湾 不是美国